时代力量主席立委陈娇华 亲自受跑给安乐区市议员参选人姜欣怡 并强力推荐西赌区参选人陈凯宏 在县市议员就是提名两位 未来我们也不排除有优秀的参选人 如果能够来加进来 我们还是有机会会再继续提名 原任安乐区市议员陈维仲决定不参选 改由姜欣怡披战袍上阵 擅长网路媒体的她过去关怀边缘弱势 姜欣怡从记者角度出发 投入政治领域 那我今年27岁 我从大学开始离家将近10年 那在不同城市居住的经验 其实让我深刻感受到 就是当代的台湾 其实有非常多的政治经济资源 其实都是集中在大都市 那它导致很多城市人口流失非常严重 甚至是逐渐失去在地的特色以及活力 那像我们基隆其实仅邻双北 我们每天也有将近10万的通勤 跟通学族在往返 那这里安乐区更是当中 人口最多也最年轻的一区 我们有非常多的年轻家庭 以及年轻人就是落脚在这里 那我认为我们安乐区 其实理应有能力跟有潜力 来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宜居的地方 那我非常喜欢 就是我研究所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喜欢台大壁横达老师 空间就是权力的这本书 因为在我担任基隆党部副执行长的期间 我其实开始理解到 就是所谓的人本城市它的重要性 因为城市空间的规划 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运作 而其赌区由陈凯宏披挂上阵 他不仅是优秀的在地青年 考上律师之后 跟很多基隆的民众一样 每天往返基隆跟台北通勤 身为一名劳权律师 曾经协助许多工会和劳工争取应有的权利 那身为律师 我其实帮助很多工会去争取劳工权益 那其中包括刚刚所提到的 台湾市空服员的职业工会 以及新北市环境保护局的 这个清洁队的工会 然后还有关于医院 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医护人员 我也曾经协助过评论基隆教医院工会 来去争取他们的劳动权益 那除了这个工会的律师角色以外 我也是那个儿童权益 出境协会的公益律师 那我也帮助很多儿童去 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这样子 那透过这个参与当事人的事件 我其实参与了很多当事人的人生 那但是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之中 我也因此发现到很多制度上不足的地方 对于时代力量提名首颇的参选人 现任市议员陈维仲也大力推荐 那我们这些优责候选人一旦进入议会 将会成为整个基隆市议会最强力的驱动力 让我们的监督制衡可以更深化 让我们城市民主更深化 而真正的改变我们现在的政治文化 让我们的城市真的可以透过议会实践 带一民族实现 让市民的声音 让青年的声音可以进入到议会 那这个是我自己其实过去四年一直在使用市议会 想要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时代力量强调 目前有许多的有志青年 有意投入年底的选举 正在密切接触中 未来各区的人选将会陆续的公布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